完成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这边有一个资料,资料来源里面 我希望放在另外的地方 有一班,有二班,有三班 比如说有这么多资料,那我希望将来有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特别注意,下拉清单要自己做 怎么做?在那个哪个地方呢?在资料里面有个什么?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你可以给来源 那如果固定的话,就是一班,逗点二班,逗点三班,类似像这样子 那将来呢,它下拉,就会产生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步你要先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去改这个清单 OK,来源 1,逗点2,逗点3,有没有 那将来呢,按确定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什么? 一个下拉清单 那如果说你将来希望,如果我下拉一班 一班自动出现 二班 二班自动出现 三班 三班自动出现 那这个效果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特别主要,这个地方 我没有写任何VBA层次 但是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VBA?也可以 只是说,如果我不用VBA怎么做 那用VBA又该怎么做 OK,那我们拿来看一下 基本上还是一样 分成一、二、三、四个阶段来看 因为它不可能一次做完的 而且还蛮复杂 最麻烦的就是 解决那个正列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你要重复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要判断是一个范围 而不是判断一笔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判断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要用正列 那正列在Excel里面有一个Ctrl Shift加Enter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大刮弧 那这个大刮弧就是说它自动全部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的东西全部跑完一遍 有点像是 VBA里面的回圈 OK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大概分成 应该知道这个逻辑了 一班就跑一班 就把一班的东西带过来 二班就把二班的排过来 三班 OK 那怎么做 这个地方第1个 下拉清单 第2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从IF开始 因为我要先判断什么 判断 这边的资料 跟这边有没有一样 如果有一样的话 那就告诉我 它在第几列 如果没有一样的话 请帮我输出一个N 这个N是自己定的啦 因为N的话 我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啦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设定呢 基本上 我们就用IF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啦 等于什么 如果 那个 我现在要抓的A2 它如果等于H2的话 那 你就告诉我 它现在在 它的那个裂号 那这个裂号的话呢 基本上我是从自己本身 减掉4啦 为什么减4呢 因为它跟 另外一个范围相差四列啦 因为我扣掉1234嘛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就显示 对应的它是在第几列的位置 OK 然后反之的话呢 就是N 输出一个N 就是 它不一样 它这个地方 跟没有 那个班级数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 特别出去 关键就是说 A2的 2 有没有发现 我只有锁蓝 但是我不锁列 OK 不过其实 应该 向下 因为等下会向下填满 向右 对不对 所以蓝一定都会抓什么呢 一定都会抓A蓝 但是列呢 会增加 向下的话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OK 那这样应该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呢 底下的所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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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部都参考到 这个 OK 它不是参考 它其他 因为我要比对的是班级 我不用比对其他蓝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向右 这个没有 因为它 这个是一班跟三班不同 所以它往下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往下 大概多个 4列吧 OK 它就会显示告诉我说 你有找到 在第7列 第7列 第7列 它第一次是这个地方 这个范围的第7列 所以不是指的是 是绝对列 是指的是相对列 OK 第7第8第9 OK 所以第1个阶段 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是我们要的 那第2个是怎么样 可是问题 当然我将来要显示的是三班 所以理论上 只要是N的部分 应该都不要出现 只出现这个地方 而且是自动帮我把 我要的这几个东西 自动帮我搬过来 所以可能我们第2个阶段 第1个是先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三班 第2个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利用small small small是做什么用 small的话呢 就是帮我排序 排序的话就是说呢 把789 排在上面 n的话呢 就排在下面 所以最后的话呢 就会789放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用index 把资料抓过来 抓过来之后呢 那如果底下的是错误的资料 就不显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small 我们来看第2个small 那small的部分怎么做呢 基本上 我们就利用外面再包一个等于small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外面再包一个small 这个small的话就是贴上说 那这个地方 我就 会需要改 一个地 因为我需要让他重复去执行 所以重复执行的话 记得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边 我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列的部分 本来中间的部分是什么 本来中间 我先取一下一下 本来我们if的中间是 ros 哪一列 减掉次 可是我这个地方 如果要重复执行的话 必须在 这个 这个里面 small里面 把这个if if里面这边 发一个roll 要他重复去判断 判断 所以将来如果说 在small里面怎么样 这个地方 就把刚刚的if放进来 然后返还 他的列号 OK 再来的话呢 按确定完之后 最后要怎么让他全部跑完 记得 他预设 里面是 外面是没有包一个大瓜糊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如果说因为我这里面有列号 是一个范围 如果你要重复让他跑的话 记得 一定按 Ctrl Shift 加Enter 这个是关键 这个麻烦 这个其实就是去执行 它里面这个阵列 外面 你按完之后的话 外面会自动包上一个大瓜糊 OK 然后呢 向右 向下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用small small意思是排序 从小排到大 那底下的因为是有error错误了 所以我们就抓到什么 抓到他的列号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时候抓回来是绝对的列 好 那我们可以再利用什么 用index 把资料抓过来 所以后面的话呢 你再把什么 small这个部分 减下 再利用index 放进来 那index 我从b1 这个地方 因为是绝对位 所以从 b1一直到 112 去把资料 有没有 small抓进来 那small 因为index 我们之前也用过了 那最后如果你要让他执行的话 一样 记得 Ctrl Shift 加Enter 他才会怎么样 重复执行 范围的话呢 记得就是 这个范围 然后向右 Ctrl Z一下 刚刚可能 选 选出 这个 然后以后给他放里面 Ctrl Shift 加Enter 他就会帮我去 重复去找找看 找到之后放进来 那in run 底下一样会有错误 那错误怎么过滤掉 最后呢 请你在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ifl 有没有 ifl包进来之后的话 一样 Ctrl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对的资料抓进来 那错了资料的话呢 他就帮我过滤掉 所以底下就不会出现错误 那你可以发现 上面如果变动 一 一般 有没有 他底下呢 会自动 其实这个地方因为加上small 就是排序的嘛 从小排到大 底下的部分就会 不出现了 而且过滤掉了 OK 大概会有几个流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 帮各位做个说明 后面的话还有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 太琐碎了 你希望写成VBA的话 那我有把那个最后 已经完成的VBA 放在这里啦 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 有兴趣的同学回去啊 你只要把这一段程式嘛 Ctrl C 然后呢 再贴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记得要先开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 贴上 他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试试看好了 这地方 他应该这样子 然后你最好是 再开一个 Ktrl VBA 也许可以把最后的删掉 当他如果有变动的时候 你就执行他 应该理论上没有问题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个一样 那如果变动的话 有没有 这个当然会自动清掉 然后他会把这个 执行 但你想说老师那很麻烦呢 是不是每次都要按一下 其实如果你不想按一下的话 你可以在哪里呢 当这个工作部 里面的这个储存格变动的时候 你看这个 工作表 里面的这个变动的话 你就是 去执行什么 这个程序 他就可以自动变动了 有兴趣的话 同学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后面VBA可能会讲的 比较快一些些 回去有时间的话 自己可以先稍微踹一下 那今天的话 我们先到先到这里 也行 сложно 这边不能看 这个手底下 这个手底下 一把手底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 这边路 这个手底下 操得 这边 可以让我们